卓西湘行政机关以及部落族人迅速于乡内设置11处部落出口检疫站 柔幸对出入部落的人车予以消毒检测体温 确认有无佩戴口罩以及实联制 派出所也主动前往协助 防疫期间有调整一些应对措施实施 如果造成乡民们稍微不便请共提时间 为了防堵疫情渗入卓西湘 卓西湘的行政机关以及部落族人迅速在乡内设置11处部落出入口的检疫站 柔幸对出入部落的人车予以消毒量测体温 确认有没有佩戴口罩以及实联制 派出所也主动前往协助 防疫期间有调整一些应对的措施实施 如果造成乡民们稍微的不便请共提时间 轮天派出所为了确保辖区内各管制站的安全以及顺畅 不定时前往部落各检疫站关切并且协助 所长余明和更是利用广播器以布农族语向部落的族人宣导 全民一起努力拼防疫 平安度过这个严峻的疫情时期 记者高双双卓西域里采访报道